同事嘛 老科就说我家孩子 就是这个学校出荣给返钱了 教育局给这个九年义务教育的孩子返钱了 老师把这个信息发到群里边了 然后准备这个什么 那个银行卡呀 家长的那个联系电话什么的 然后往说往前往卡里头打钱 返钱 一听这事 沈阳市雨田实验中学的家长们心里都挺乐呵 当时就想孩子都毕业了 现在都离开学校了 国家还有反那个17年的钱 当时我就挺高兴的 我就问我说 哎呀妈呀 咱们那个上了学还有回头钱了呢 有心的家长还特地找到了文件 沈阳市人民政府2016年发的第34号文件 关于印发沈阳市进一步完善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实施方案的通知 按照这份通知的要求 沈阳市教育局发布了 关于做好义务教育民办学校 升军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工作的通知 其中提到 民办学校按照省标准执行 初中每升每年1050元 含取暖费 要求各区县市财政部门 要按照上述定额标准补助到校 高出此标准的部分 可继续向学生收取 他是沈东的家长 学生家长 跟我那是一届的 他就是说钱已经拿到手了 并且当时玉才双语 有些家长也都拿到了 我就觉得我说别的学校都发了 我们学校为什么没有通知 这就怪了 同样是民办学校 为啥有的学校发了 沈阳市雨天实验中学 咋就一点动静没有呢 我当时就给这个 审核区教育局打电话了 在给他们教育局打电话 他们的那个指挥中心的工作演员 明确就跟我说了 这个钱已经发放到雨天学校了 那审核区教育局 已基于今年十月十一日 把这个支票款 已经拨到他们的学校账面上了 他们那个 求的老师主任都知道啊 市教育局相关的领导 也过来检查了 于是学校发面给他了 这么说来 沈阳市审核区教育局 已经把钱拨付给学校了 那么学校又是个什么说法呢 我不知道我学校现在没得到 那个上级部门的通知 您说的上级部门 是指咱们这个集团吗 还是说是教育局 那咱们这个沈阳 沈北学校校区 是以前我们总上学的那个 就是审核区的那个吧 对对 审核区教育局 已经是把这个钱发放给了 不知道 热心记者了解到 沈阳市宇田实验中学 在沈阳一共有五个校区 分别在铁西区 大东区 沈北新区和新民市 按照家长提供的通话记录 这钱 沈和区教育局说 已经拨到学校了 那为啥家长们没收到呢 差哪呢 学校的负责人就说 那笔钱已经我们减免了 已经减免了 别的学校都是通过银行卡 直接打钱 为啥 沈阳市宇田实验中学 就说已经减了呢 这钱是咋减的 减了多少呢 他说我们学校学费 是那个一万零五十 我当时实收你九千 就是给你减免了一千零五十 学费是一万零五十 这话让家长们可有点纳闷 孩子们是2016年入学的 当时学费的收费标准 是九千块钱呢 在家长提供的 2018年的学费收据上 在收款市由一栏中看到 学费一万零五十 减免学员补助一千零五十 实收半年学费四千五百元 可是按照家长提供的一份 沈阳市发改委 2015年第十三号文件来看 沈阳市东部雨田实验中学 经过审批的初中学费 每生每年确实是九千块钱 说这个一万零五十 涨学费这事 有没有告知家长 他这个事没有告知我们家长 就是没有任何的书面通知 或者是说开家长会通知 口头通知全都没有 因为家长们初中三年 交的学费都是九千块钱 谁也没在意 直到说有补助这事 才发现学费怎么就变成了 一万零五十元呢 大伙算了一下 一万零五十减九千 正好就是一千零五十元 也就是上级给的生菌公用费用 真有这么巧的事吗 你要是补的话 说国家政府给的补贴 让咱老百姓享受这个待遇 肯定要告诉咱们 是吧 咱们你说最起码你给我这钱了 我得感激啊 谁给你的钱 但是说你说学校能说给完钱了 政府给的钱 往后都不告诉咱们吗 到底史阳市雨田实验中学 学费的收费标准 究竟是多少钱 一万零五十又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去年和前年是多钱 一万 一万啊 对 这个是含住宿费吗 不含就学费 我就想问一下咱收费标准 是经我审批了吗 对啊 是哪年审批的一万 那我不太清楚这件事 因为我不是财务啊 那您是负责什么的 审批后的费用 随后热心记者电话联系到了 史阳市发改委 目前我现在手同的数据吧 就是九千 2015年收费是九千 之后是九千咱们审批的 然后2019年2月15号 咱们审批他的学费涨到一万二 是不 对 为了能弄清楚其中的情况 随后热心记者跟着家长 找到了位于铁锡区的 沈阳市宇田实验中学总校区 我就是想办法我们那个 补助的那个钱什么时候能发 这个到时候的电话 咱们把我们打 我们没听到 我们没接到去 找学校沟通这个事 学校对于我们个人 就是我们打电话呀 什么包括主任 校长都是不接的状态 到学校呢 来访呢 都是不接待 就是不见我们 学校现在就是各种推语吧 就是 反正就是各种借口 无奈之下 这些学生家长们 把情况又反映给了 沈阳市铁锡区教育局 11月19号 针对家长们反映的情况 教育局给了一份说明 其中提到 铁锡区目前2017年 民办义务教育升均经费 已经拨付到学校账户 2018年正在申请拨付 2019年正在走审批流程 并要求民办学校 要严格按照标准发放 可面对这样一份官方的说明 沈阳市宇田实验中学 一位工作人员的答复 还是三个字 他不应该现在以各种理由 来跟我推问我们说 要研究 要是怎么解决 他没有权研究 他研究什么 研究就是要怎么扣我们钱 CLC M 04 C C